镜头上面可以看到编号928的银态金皮修 它是呈现黑色的 所以它是黑银态皮修 银态金皮修呢 就是以黑银态的力量最大 银态金可以增加我们投资方面的一个磁场 再过来呢 皮修不是太小哦 一元是两公分哦 那我们比对在上面呢 就知道有突兀有真相 就是这个大于一元 而且它不是太薄哦 看它也是相当于一元 所以它也是蛮厚的一个皮修了 皮修也不是太小 我们都希望借由皮修能够发大财 早点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皮修不能小 我们是要发大财 不是发小财的 那我要特别要讲这个编号928这款皮修 它分的非常的可爱 它的造型 大家比这个一般的皮修来讲好了 大家可以呈现看到一样 非常非常很特别 很漂亮的一个呈现一个像聚宝盆的一个皮修 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皮修 为什么有不同的造型 像这种银态金皮修来讲 它百分之百的手工去雕刻的 皮修的造型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银态金皮修都是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好那皮修这个 是不是要在雕刻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要看 这个皮修态金的分布 再过来呢 我们要看其他的杂质 像这么样有 这么比较大的皮修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矿石取得比较不容易 因为呢 如果有杂质或有矿痕的时候 这个裂痕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它去除去除 那所以能够雕大皮修的话呢 它的这个矿石取得本来就不太容易了 然后再过来呢 它的造型刚好的 因为它的真装物 它的这个银态金的 这个真装物分布是这样子 当然它就尽量去 依照这个态金的这个分布 来去这个决定 我们皮修的一个造型了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当然在镜头上面 可能没办法去把它 去完整的这个呈现了 那如果呢 有兴趣的朋友呢 如果可以来现场 这个世代皮修 现场看老师开光 就可以看到编号这一款 928的皮修 跟其他的皮修相比之下 真的非常的可爱 而且它不是太小哦 好 好